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 我叫湘庭 他叫湘庭 可能有很多人都已经大概知道了 可能有很多人已经大概知道 第一次来的举手 第一次来的请举手 好 谢谢您 谢谢 这次讲座的主题 今次讲座的主题呢 是我的专科 是他的专科 有很多年的时间 有很多年的时间 一直到现在 一直到现在 我都在做关于业力方面的治疗 我们也在做一些关于业力的治疗 昨天 昨天呢 我要来香港之前 我要来香港之前 才帮我的母亲做个案 先跟她的妈妈做个案 我妈妈很喜欢做个案 她妈妈很喜欢成为她的个案 也喜欢上课 也都喜欢去上课 但是她听不太 听不太 她不太能够 她有她特殊的能力 她有她特殊的能力 我们家有一个祖传百年的秘方 台湾快失传了 不知道你们香港有没有 在台湾有一个祖传 百年的一些秘方 不知道香港有没有 这种祖传的能力 台湾有收经 你们听过吗 台湾有一种叫收经的 香港有没有 小朋友吓到 或者有人生病 都不会好 台湾就会用收经 台湾如果小朋友吓到 或者病亦都不好 就会有人去收经 我们家这个祖传已经上百年了 这种祖传的东西 在湾廷家已经过了 过百年的秘忌 很小的时候就看到有很多人 有的是像快发疯了 有的带小孩来 就很多人会来我们家 然后我妈妈会拿一个 一个小碟子里面装满了名 然后用布包着帮她念咒语 那些人就会可能是瘋了 又或者有些人病了又不好 那她妈妈就会将一个碟 有些米在里面的 人家的布包着 就跟她开始念经了 然后呢 边念就边点她身上 从上面点到下面 那就一直在她身上 一边点 由上面点到下面 一直去点一点东西 念完咒语之后呢 那个米就会立起来 那念完之后呢 那些米就会站起来的 你知道用布包着那个碟子的时候 米是平的对不对 用布包着那个米 那些米就是平的 可是念完咒语呢 有一些米就会站起来 那念完那个咒语之后呢 有一些米就会站起来 然后呢 就会有一些形状出来 土形出来 那也都会出现一些图形和形状的 然后呢 我妈妈就会读 那她妈妈就懂得读的 然后就说 你们家最近哪里 是不是有在办伤试啊 要不然就是说 她这个人是发生了什么事这样子 那又或者你家最近是不是扮着喪试 或者你家最近发生了什么事 之而此类这样 然后呢 她就会一直念咒语 一直念咒语 念到那个米不再站起来为止 这个人就好了 那她会一直念那些咒语 念到那些米呢 不再站起呢 那你个人就会好了 这个在台湾快失传了 那这个人在台湾快失传了 但是在我们家已经传了好几代了 但是在她家已经传了好几代的 我也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也走上这条路我在想 我在想 是不是因为这样 我才走上这条路呢 只是我不用米 但是我就不用米的 所以我妈妈她 她你叫她用米 然后念咒语去看 她会读 可是你叫他像我這樣直接看 他就覺得有困難 如果他媽媽的話 他用一些米的話 他就會直接讀到訊息 但如果他上課 他就會覺得就這樣看就有點困難 今天談的主題是業力 今天講的主題是業力 我媽媽也是一個不被要的孩子 他的媽媽也是一個不被要的小朋友 因為他媽媽生太多了 生到他的時候已經沒有能力養他 因為他媽媽的媽媽因為生太多了 生到他媽媽的時候 已經沒有能力養他了 所以就把他送給人家養 然後把他媽媽送給人家養 然後他的養母 我在幫我媽媽做業力治療的時候 我就發現他的養母 當時在接收這個孩子的時候 已經把他當成是一個不被要的孩子 當他跟他媽媽去做業力治療的時候 發覺他媽媽的養母已經當這個小朋友 就是他媽媽已經收養的時候 已經當這個人是一個不被要的小朋友 所以我在幫我媽媽治療的時候 療癒的時候 他整個童年的時期 完全都在被養母罵 都養母要叫他去賺錢去做事情 所以他的青是他媽媽的童年的時候 他的養母一直都是罵他的 還有要他去努力賺錢回來 所以他一直到現在60多歲 他的頭部會劇烈的疼痛 他的骨頭會痠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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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腰骨也是站不起來 他的腰骨令到他不能站起來 那麼我們晚年的疾病呢 是最能夠呈現出你這一生的業力 你這一生的課題的那個結果 一個人的晚年的疾病 是最容易呈現這個人 這一生裡面那些業力的結果的 他的劇烈的頭痛 是因為他每天都被叫 你要做什麼 你要做什麼 所以他的感官永遠都是知道 我要做什麼事 我要做什麼事 他不知道他自己 他的頭痛是基於 他童年的時候不斷被叫他 你要做什麼 你要做什麼 他不斷在接收 接收指令 你做什麼 他不可以做他自己 那麼他的骨頭痛 是因為這一生 他的我都沒有辦法站起來 他沒有他的我 而他的骨頭痛是來自於 他這一生都不可以 他的我站不起來 他這一生都做不到他自己 因為他這一生的我 都陷在那個做裡頭 給裡頭 大量的在給 而他這一生的我 都陷入去一個做 還有給予 給出去那樣東西裡面 我在清理我的母親的時候 我告訴他 你這一生很大的課題 你要開始學習有我 他跟他媽媽在清業力的時候 跟他媽媽說 這一生你有很大的課題 就是要去吃什麼 去有回他的我 所以我媽媽在療癒了幾次之後 才開始懂得煮麵給自己吃 他媽媽要清了幾次之後 才懂得煮麵給自己吃 不是他不會煮麵 不是他不懂得煮麵 你會看到有一種人 他對待自己的方式就是隨便 你會看到有些人 他對待自己的方法就是隨便的 他可以對別人好 可以給別人 但是卻沒有辦法給予自己 他總是要不斷地給予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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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我母親這一生最大的課題 這就是雙婷的母親這一生最大的課題 所以我用我母親的案例來作為今天的開始 來解釋關於業力 所以雙婷用了他媽媽的案例 去解釋作為這個講座的開始 以及解釋業力這件事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生命課題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生命的課題 所以什麼叫做業力 那什麼叫業力呢 業力就是在你投胎以前 你已經設定好在你的生命藍圖裡頭 你這一生這一世所要面對學習的課題 業力就是在你生命藍圖裡面 你已經要設定好 這一生你要學習的一些課題 然後你也會配置好 你要投胎的家庭跟父母 你也都已經配置好你這一生的家庭 和一些你的其他的業務 你還會選擇設定好 你要吸引誰跟你一起來玩這場遊戲 還有你會設定了 你會吸引什麼人跟你去玩這場遊戲 所以你會選擇你的出生地 所以你會選擇你的出生地 你的父母 你的父母 你的出生時間 你的出生時間 還有這一生你的際遇 還有這一生你的際遇 我最近呢 前一段時間我在生命藍圖裡頭 又channel了一個新療程 那最近他在生命藍圖裡邊 他又channel了一個新的療程下來 因為生命藍圖一直在發展 因為生命藍圖這個療程是不斷在發展著的 在那個療程裡面我懷疑 在這個療程裡面我懷疑呢 我們此生啊 沒事 我們這一生或者沒有一世呢 很多的際遇早就安排好了 很多際遇早就安排好了 他完全都處在一個 非常大的情感強度的那個業力的印痕裡面 他完全是處在一種很強的 情感強度的一個業力裡面 這個新療程 我到目前為止只有幫我自己做 這個療程到目前為止 雙庭正是在跟他自己做著 那這個療程很特別 這個療程很特別 這個療程很特別 他可以在生命藍圖的中心點裡面 知道你在投胎以前 你所設定的DNA的震動 他可以透過你的生命藍圖的核心點 去看到你這個投胎之前 你的DNA的震動 你設定的DNA的震動 然後在每一個震動裡面呢 你已經可以分解出幾歲到幾歲 你會發生什麼事情 在什麼樣子的業力的糾葛裡面 一直到老年的時候 那你就也都是透過這個閱讀 你會看到這個DNA裡面 已經設定了幾歲到幾歲的時候 你會發生一些什麼事 你知道人在死以前 會進入時間軌跡 你知道人臨死之前 是會追入一個時間軌跡的 會快速地回來你這一生 去快速地回來他那一世 你會很快速地清楚地明白 這一世你到底在玩什麼遊戲 你會很快速地去明白 你那一世到底在玩什麼遊戲 這個療程就是類似這個東西 而這個療程是類似這件事 所以其實這一些早就配置好了 其實所有這一切早就配置好了 配得你難以想像 配得你難以想像 我做太多個案了 因為做得太多個案了 我自己到目前為止我覺得 我自己的感覺 到目前為止 現在做這麼多個案的感覺是 其實我們設定了遊戲 並沒有那麼複雜 其實我們設定的遊戲不是那麼複雜 你最強烈的情感的強度 那個就是你的業力 那個就是你的課題 你最強烈的情感的強度 就是你業力的那個遊戲 比如說你最常覺得錢不夠 比如你最強烈的感覺是錢不夠 或者是你最常覺得你自己很孤單 或者你最強的感覺是你自己很孤單 或者是你最常覺得自己沒有用 或者你最強的感覺是我是沒有用的 找不到工作 我找不到工作 或者是你最常覺得自己 好像不被愛 或者你最強是感覺到你自己不備愛的 或者是你覺得自己老是負債 或者你永遠是負債的 這就是你的業力 這就是你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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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業力裡面有沒有辦法救 打業力裡面有沒有辦法救 因為我自己的出生是最沒得救的 雙婷她自己的出生是最沒得救的 在台上的都是最慘的 站得上台這些都是很慘的 然後她都像我 我就爬了很長一段路 那好像雙婷這樣走很長的一段路 我才能夠坐在這裡分享 現在才可以坐在這裡跟大家分享 所以你說能不能夠救 可以救 有沒有得救 是有得救的 我就是走投無路 因為雙婷也去到走投無路 才走上這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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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從二十出頭 從二十出頭 就寫寫寫寫 就沉沉覓覓 我找很多澳修的大事 我對澳修的東西很喜歡 那時候對澳修的東西很喜歡 但是我沒有入門徒 但是她沒有入門徒 我沒有入任何宗教的門徒 也沒有成為任何宗教的門徒 我從頭到尾都還是認為 那個神性在每個人的內在裡頭 從頭到尾都覺得那個神性 是在每個人的內在裡頭 我玩了將近十年 玩了將近十年 什麼都學 什麼都學完了 什麼老師都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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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都去做 什麼都去做過 一直到沒路了,沒門了 一直到已經沒有門,沒有路了 只有一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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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面對你自己 就是面對你自己 沒有別條路 沒有別條路 你找誰都沒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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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後來我就上山了 後來她就上山了 我決定在我整個繁華落盡之後 在她整個繁華落盡之後 我背著我的行囊 帶著她的行李呢 帶著兩個孩子 帶著兩個小朋友 還有老公 和老公呢 上山自己蓋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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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一切從頭來 所有東西從頭來過 我專心讀賽斯書 專心去看賽斯書 真心誠意地面對自己 是真心誠意地面對自己 我不再追尋 我不再追尋 我不再渴求 我不再渴求 就一直要 一直追 一直去找 一直要 一直去追 一直去求 當我開始停下來的時候 當我開始停下來的時候 我的生命就開始有了生機 我的生命就開始有生機 所以在我上山第三年 我就開始很意外地 就開始接收訊息 在她上山的第三年 很意外地 她就開始收訊息了 一直到現在 一直到現在 大概將近十年的時間 也都將近十年的時間 我的人生因為這樣子 面對我自己 才顯得不同 才開始不同 當她人生到處去面對 她自己的時候 才開始顯得不同 所以我做的所有治療 都是業力 所以她做的所有治療 都是業力 有關的治療 我這一生一直在找一個答案 這一生我們一直在找一個答案 在我追尋了這麼多法門 技術 方法之後 在我追尋了這麼多法門 技術和方法之後 什麼叫做究竟 什麼是究竟 什麼叫做可以解決問題 什麼叫做可以解決問題 還是那一句話 都是那句說話 個人實相的本質 個人實相的本質 只有面對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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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一的一條路 沒有別條路 沒有別條路 所以我清理我自己 所以我清我自己 療癒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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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去看我自己這一生 返回去看你自己的一生 在我最強的業力 就是最強的情感強度 就是你最大的業力 主業 你最強的情感強度 就是你最大的業力 你的主業是什麼呢 在這個背後 我到底要學習什麼 而在這個背後 到底我要學什麼呢 所以我跟我的母親一樣 所以我跟我媽媽一樣 一模一樣的命運 是一模一樣的命運 雖然她沒有把我送給別人 雖然我媽媽沒有把我送給別人 雖然我媽媽沒有把我送給別人 可是也差不了多少 也都不差很多 因為我出生沒多久 她就把我帶給我姑姑養 我根本沒看過我的父母 我出生不久 她就把我帶給那個姑姑養 我沒有見過我父母 這一段我所選擇的業 主業課題 而這一段我所選擇的主業呢 影響我這一生非常深遠 影響我這一生非常深遠 從小我就覺得我沒有親人 自小就覺得我沒有親人 所以當然我在剛開始結婚的時候 也不是每天常常打架 所以我剛結婚的時候 都不是每天的 但經常打架 然後我一直很強烈的渴求 我一直很強烈的渴求 因為小時候沒有 因為小時候的母 我們家不是沒錢 而是我的母親她生了六個小孩 我是第五個 第六個是男的 那你想她第五個要嗎 你想想她媽媽生了六個小朋友 第五個都是女 到第六個是男的 那第五個女會怎樣 所以我出生的時間跟我出生的排行 就已經決定了我這一生主要的業力 所以她一個人出生的時間和她的排行 已經決定了她這一生的業力 我必須在我這一生裡面 真正地走出我自己的價值 走出我自己的我 那必須在這一生裡面 雙婷要走出她自己的價值 和走出她自己的我出來 所以我在自己走出來之後 就回頭帶我的母親 要一直走出來 走出你的龍龍之後 轉頭就帶她媽媽去走出她的路 所以我相信每個人都很清楚地知道 你的主業是什麼 我相信每個人都開始知道 你的主業是什麼 你的主業都存在你每一天的感覺裡面 因為你的主業都會存在 你每一天的感覺裡面 你最最強烈的感覺 就是你這一生最最主要的主業 你最最強的感覺就是 你最最強這一生的主業 因為業意味著學習 因為業意味著學習 業力也意味著平衡 業力也意味著平衡 這一生我們不斷地在玩遊戲 這一生我們不斷在玩遊戲 玩一個三力法則的遊戲 玩一個三力法則的遊戲 什麼叫做三力法則 什麼叫三力的法則呢 這個三角形千變萬化 這個三個形是千變萬化的 我們每天都在這個三角形的業力裡面在運作 我們每一天都在這個三角形的業力裡面混裝 假如你每天都觉得自己不被爱 假如你每天都觉得自己不被爱 然后你就会开始进入这个渴求里面 你就开始进入一个渴求里面 强烈的渴求 强烈的渴求 如果我们用这一声来讲这个业力的运作的话 如果我们用一声来讲这个业力的运作的话 假如你从小就很深的被放在一边 假如你很小都被人摆在一边 很深的不被爱 很深的不被爱 很深的冷漠跟孤单 很深的冷漠跟孤单 所以你可能在同才的阶段 十多岁的时候 可能你在十几岁在这个同才 就是同辈份的阶段里面 你都一直处在一个人 可能同学在玩 你就是一个人默默地在旁边 那你就经常处于一个人 同学在那边玩 你自己一个人就一个人在一边 然后到了二三十岁的时候 到二三十岁的时候 你渴望爱情 那你渴望爱情 你渴望拥抱 你渴望拥抱 你渴望被爱 你渴望被爱 可是你吸引了爱情 吸引了婚姻之后 你又会抗拒它 但你吸引了爱情 吸引了婚姻之后 你又会抗拒它 你又进入到这个排斥里面 你又进入了一个排斥里面 因为打从心里面 你从来都不觉得你自己被爱 因为打从你心里面 你从来都不觉得你自己是被爱的 所以你可能换了几个老公或老婆 或者你会换几个老公 换几个老婆 有可能你一直没有办法有婚姻关系 又或者你一直没有办法有一个婚姻关系 然后一直可能到三四十岁的时候 可能你外遇 最后的背后就是一个不被爱的 这个是你投胎以前所设定的课题 这个就是你投胎之前去设定的课题 一直到你转了很多事 一定知道你转了很多世 你可能在这个课题里面的下一世 你又交换角色 可能在这个课题里面 下一世你又交换角色 本来这一世我是你的老婆 本来这一世我是你老婆 下一世变成你是我的老公 或者你是我的爸爸 下一世可能你是我老公 或者你是我爸爸 就是这个角色一直换来换去 就是这些角色不断在那换来换去 但是大部分的角色都脱离不了 几个关键的角色 就是你一定要跟你的 互相要学习课题的人 那个灵魂题 你们一定都会去经历 父与子还有夫妻 在这个循环里面 你不断在这个角色里面有交替的 就是在一些大家约定的灵魂里面 你们可能是父子夫妻这些关系 或者甚至是兄弟姐妹的关系 甚至是可能兄弟姐妹的关系 然后不断地在这个关系里面 渴求排斥 渴求排斥 我觉得我想被爱 但是我又觉得不被爱 然后我又在关系里面 一直不断地跑来跑去 像钟摆一样 那在这个的图形里面 在渴求排斥 渴求排斥 不断去交换交替里面 然后人生呢 我们的这一生里面呢 永远都在玩一种游戏 而我们在人的一生里面 永远都玩一种游戏 你们看过钟摆吧 大家有没有玩过钟摆 钟摆它摆到这边 累积一个很强大的力量之后 它一定会摆到另外一边 钟摆摆到这边 累积一个很强大的能量的时候 它就会拼回到另外一边 也就是说好 我在这个地方 刚才讲了 从小我就一个人不被爱 那比如在这边 我刚才这么说 我自小就有一个人不被爱的 所以这个钟摆的情感的强度 累积到十多岁的时候 我非常非常强烈的孤单 那比如这个钟摆 一直累积到你十几岁的时候 你觉得非常非常孤单的时候 所以在十多岁的时候 它已经聚集了一个非常强烈的情感强度 它觉得已经够了 那到你十几岁的时候 你已经累积了一个非常强的情感强度 你觉得够皮了 摆够了 所以我要去追寻 渴求一段爱 所以我要去追寻 或者渴求一段爱 所以就强烈的在二十多岁的时候 摆到另外一边 很强烈的在二十多岁的时候 你就摆到另外一边 然后在另外一边 我就是我一定要那个爱 我就是排斥 然后我就是也一定要那个爱 摆到这一边 那到另外一边的时候 你就一定要那个爱 你或者排斥 或者你一定要去爱 排斥什么 排斥着什么 排斥孤单 排斥那个孤单 我排斥不被爱不被要 我排斥那个不被爱不被要 我非常渴求想被爱 想拥有 我非常渴求要被爱和被拥有 好了 你现在钟摆摆了这十几年 现在二三十岁摆过来这边 那你到三十岁摆了另一边 摆这边 好了 你交了男朋友 好了 你有男朋友 你们之间刚开始很甜蜜 那开始很甜蜜 但是后来又发生了很多事情 后来又发生了很多事 然后你又开始觉得自己不被爱 你又觉得你自己不被爱了 搞搞搞搞 搞到三十几岁我觉得够了 他到三十多岁的时候你又够了 我也不想再这样子不被要了 不被爱了 我又不想像这样不被爱不被要了 再摆过来 再拼过来 离婚 离婚 或者是觉得够了够了够了不要了 够了够了不要了 或者失望 或者失望的 对不起 然后再摆过来 然后拼过去 然后再去寻找真爱 去找真爱 哪里才是我的真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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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就这样摆 那可能这一世跟某些人连结 可能你这一世跟某些人连结 下一世 下一世 再继续 一直摆到有一天 一直摆到有一天 你明白 你明白 原来 原来 你的本质 一直都是被爱的 你一直都在 那个爱一直都在你的存在之中 你的本质一直是被爱 而你一直是在爱里面 你从来没有因为任何外在的经历 或者是连结 有任何的不被接受或不被爱 你从来没有因为你外间的连结 或者一些的情况 而令到你不被连结 不被爱 原来那个爱就在你的自信之中 原来那个爱就在你的自信当中 你回到中间了 你去到中间了 这个中间没有画好 所以你不再渴求 你不再渴求 你不再排斥 你又不再排斥 你明白 那个永恒的爱 就在你的每一个当下 每一个片刻的存在之中 你明白 这个永恒的爱 就在你每一个片刻 每一个当下之中 然后业力就消了 然后就开始吸引那个爱 好多人爱你 那你就开始吸引那个爱 很多人来 你不用再去追了 你不用再追 你也不用再要了 你不用再去要 你也不用再排斥了 你也不用再去排斥 因为那个爱已经在你的内在 因为那个爱已经在你的内在 所有吸引来的 所有吸引来的 都是爱 都是爱 这样你明白吗 那明不明 这个业力就是这样运作 业力就是这样运作 而且每一个人活生生血淋淋 而每一个人你都是活生生血淋淋的 如果这一生你为钱所苦 如果你这一生是为了钱而觉得辛苦的 也是一样 都是这样的 你一定选择了一个比较匮乏 或者是你不被给的出生 或者是家庭 你一定会选一个比较缺乏 或者一个不被吸引的一个这样的家庭出生 然后你累积了一个非常匮乏的强度 你累积了一个非常缺乏的强度 那这个强度呢最大的摆动会在二十多岁的时候 而这个缺乏的摆动去到最最极端是二十几岁的时候 你开始努力赚钱 那你就努力赚钱 拼命想要拥有 拼命的想要有 可是你要留意哦 刚才我们讲的过程里面 渴求跟排斥背后它的原点是一样的 你记得呢 刚才我们讲的 你的排斥和你的渴求的原点是一样的 所以你会发现呢 业力里面呢 最最明显的地方就是你有一些重复的模式 重复的情境一直在发生 过了几年之后怎么又还是这样 所谓的业力就是你有一些重复的情景 或者重复的课题不断去发生 你要发现几年之后为什么又是这样 为什么都没办法改变 为什么都没办法改变 我努力想尽办法 我已经努力想尽办法 为什么我还是深陷其中 我为什么还是深陷其中的呢 只因为这个东西 就是因为这个东西 因为你的渴求跟排斥背后的根源是一样的 这个就是你所选择的课题 你的渴求和排斥背后的根源是一样的 所以你一直在这个游戏里面 这样大概有一个概念了吧 有没有大概一个概念 那我们这一生真的就是这样 而我们的一生真的就是这样 在生命蓝图里面有一个疗层 它就可以把这个你整式的摆当 全部都记录出来 在生命蓝图里面就是真的有一个 你整世的一个摆动 就是这样出来的 你是从几岁到几岁是摆动 摆当在哪里 然后发生了哪些事情 然后几岁到几岁 你又摆在哪个地方 又发生了什么事 然后一直到老死 你摆到哪个地方 然后准备下一次再继续 那你就是几岁了几岁就摆到 摆着什么 几岁几岁摆着什么 一直到老的时候摆着什么 到下一世又是来过 你如果自己会做 你可能会昏倒 你自己懂得做 生命蓝图的疗情 你自己会昏的 你是不用到死 你就可以现在 就可以回来你这一生 因为你没到死 你已经在这一生里面来回 但是在生命蓝图里面 有一个非常奇妙的地方 但是生命蓝图里面 有一个很奇妙的地方 比如说你现在24岁 比如说你现在24岁 或者35岁 或者35岁 可是你已经知道 你这一生的业力 整个循环的那个 好像那个股票 那个周期是怎么在摆动的 你会发生什么事 你已经24岁 你已经全部都知道了 在你24岁那年 譬如你已经看到你这一生 那个摆动是怎么 那条线是怎么走 股票已经看完了 然后你可以帮自己疗愈 然后你可以跟你自己 然后你也可以在24岁的时候 就知道我后面会发 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跟改变 那你在24岁那年 可能你就会知道 后面你有什么变化跟改变 你不会这么大的 在业力的纠葛里面 你就不会这么大 在这些业力的糾纤里面 你不会像钟摆一样 摆这里摆到几点 再摆过来 摆来摆去还是一样 那你不用像钟摆 摆来摆去都是这样 这就是业力 这个就是业力 所以大概有一点概念 大概是不是有点概念 你可以对自己的生命 有一点点了解 对生命是不是有点点了解 对吧 是吧 到目前为止 到目前为止 没有问题吧 没有问题吗 因为今天我看他们写的这里面的内容 因为今天他们的内容 所以刚才我们讲的这里面讲的造业跟消业 我们现在讲的是怎样造业和消业 然后业的用意是什么 好了 业的用意是什么呢 业的用意只有一个 业的用意呢 就是你的我 就是你的我 你的我的本质 你的本质 你的我的本质 你的我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你来这个地球 就是在学习你的我 你来地球的目的就是去学习你的我 真正的你是什么 真正的你到底是什么 那事实上呢 在Michael的这本书里面 而事实上在Michael的这本书里面 这里面谈的内容呢 这本书里面其实讲解得很清楚 其实Michael在这本书里面 他将这个内容改革得很清楚 有兴趣可以买回去看 有兴趣可以买回去看 但是这本书你要看 你要从头看到尾 这本书你要看 由头看到尾 你不要看一点就不看 不要看一点不看 因为他前面几张写的内容是什么 你知道吗 前面几张的内容写的是什么呢 你知不知道 他写了一个原理 他写了一个原理 整个宇宙都是一个平衡的原理 整个宇宙都是一个平衡的原理 你可能在很多的宗教 很多的课程里面你会听到 或者其他的课程里面你听过呢 什么叫平衡 什么叫平衡啊 好像我前世欠你 诈骗你十万两 譬如我前世骗了你十万两 这次我们又相遇 那这一世我们又相遇呢 然后呢 换变成我要怎么样还你 就是他我在骗他的时候 我有一个强度 那这一世我怎么还你呢 就是说我骗你的时候 我有一个强度 记录在我的细胞里面 记录在我的细胞里面 然后他被骗的时候 他也有一个强度记录在他细胞里面 你被骗了 那你有强度记录在你的细胞里面 所以这一生呢 23岁的时候 我们两个突然之间在咖啡厅 因为一个朋友相遇 那可能这一世呢 到23岁的时候 我和你因为一个朋友 在咖啡厅 喝咖啡 大家见面 然后我看到他就觉得 这个人怎么这么讨厌 我不太想看到他 那这个人呢 为什么这么样子 我不想见到他 因为在我们的细胞记忆里面 我有骗他钱 他有被我骗 因为在我们细胞记录里面 我又有骗过你钱 你又被我骗过 所以这一生呢 朋友介绍我们两个做生意 那这一世呢 朋友就介绍我们两个做生意 我们两个就继续这场游戏 我们就继续这一场游戏了 要把我骗他 跟他被我骗的那个情节 平衡 那就要将我骗他 跟他被我骗这件事 去平衡 去消掉 去消掉了 消掉之后 这个业力就消了 那消掉了 这个业力就消掉了 要不然就下次再见 如果不是下次再见 这本书的前面 是在讲这个东西 而这本书的前面 是讲这一样东西 也确实是没有错 而确实是没有错的 这就是为什么 这个三角形的业力法则 是这个物质宇宙世界 运作的基本法则 也就是为什么 这个三个人的法则 是这个宇宙 很基本一个业力的 运作的法则 假如这个带正电 假如这边是带正电 这个带负电 另外一边是带负电 这就是为什么 会相吸相次的原理 这个也是一个 为什么相吸 相戚的原理 为什么你老是会吸引 某些人 人事物来到你的生命里面 为什么你总是会吸引 某一些人事物 来到你的生命里面 为什么你总是 在跟某一些人 一直有一些纠葛 为什么都纠葛不清 到底为什么 为什么你和某些人 一定有一些糾纤 糾纤清的呢 为什么呢 怎么我跟这个人的关系 一直都搞不好 为什么我跟这个人的关系 硬是搞就搞不好 或者怎么我跟钱 一直都没有办法 有好的结果 为什么我跟钱 硬是没有办法 有好结果的呢 为什么我对爱 为什么一直都不行 为什么我对爱 一直都搞不定的呢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他要一直等到 这个平衡表平衡了 一定会等到 这个平衡表平衡 你明白吗 明白 所以如果你有很强烈的 带这个正电 如果你是强烈的带正电 带某一个 比如说 我一直没有 所以我要一直骗人 一直骗人 我才会有 或者 例如 你没有的 我一直骗人 骗人 骗人 我才有 然后你就会一直吸引 那个也没有的人 然后也要被骗的人 你又会吸引一些 他觉得他没有的人 就被你骗了 但是你们之前 都发生过一些事情 不是只有这一事 但是你们之间之前 一定发生过一些事 不只是这一世的 你知道吗 就像现在 就好像现在 我们大家都在这里 我们大家在这间房 我们之间 我们之间 早就相遇过了 早就相遇过了 不是只有今天 不是只有今天 我们其中的某一些人 我们其中的某一些人 我问你们一件事情 我问你一件事 你们看到我有感觉的举手 你们见到 三条老师有感觉的举手 对啊 那我们一定发生过一些事情 我们应该有点事的 所以我们再相遇 所以我们再相遇 其实老实说 其实老实说 我会在某些学员身上 也都在某些学员身上 假如这个学员很吸引我 比如那个学员 我不是指那个爱那种的 不是指爱那种 我是指有些人 我看到我会知道说 这个人跟我发生过一些事情 我意思是 我见到一些人 我会知道这个人 跟我同时发生过一些事 我会自己跑去看 我就会自己去看一下了 很强烈的很强烈的学员 当我很强烈的 有些学员对我感觉很强烈的时候 可能对方是新的学员 可是他什么都不知道 但可能对方是一个新的学员 他什么都不知道的 但是问题是我有感觉 但是问题是我有感觉 而且我很有感觉 很有感觉 我就会先跑去看 我就自己去看一下 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之间发生过什么事 发生过什么 发生过什么 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相遇 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相遇呢 这其中一定有原因 其中一定有原因的 一定有需要平衡的东西 一定是需要平衡的东西 所以这个三角形在每一天都在发生 这个三角形是每一天都在发生的 因为当你在这个状态的时候 因为当你是在这个状态的时候 你会吸引这个状态的人 你就会吸引对面那个状态的人 你总是会觉得哪些人靠你比较近 跟你的想法比较接近 可是也有一群人 是我觉得我很排斥的 我不接受的 有一群人你觉得你和他 大家好像很容易 有些人你零射排斥的 你的生命里面一定常常出现这两种人 你的生命一定常出现这两种人 然后你要在这两种人身上去遇见你自己 你又要透过这两种人去遇见你自己 因为不管你对他渴求还是排斥 他身上都有你也有的种子 无论你是渴求或者排斥 这些人的身上一定有一个你的种子在里面 在里面 你聊吗 明明啊 伴侣 亲密的伴侣是最明显的镜子 亲密伴侣是最明显的一块镜子 你爱的人 你爱的人 爱你的人 爱你的人 里面都有跟你一样的震动 里面都有一些跟你一样的震动 你可能会说我们个性不同 你可能会说我们个性不一样 那只是一个在渴求 一个在排斥里面而已 其实里面都是不被爱 我的意思是指这样 意思就是一个渴求一个排斥 大家都是不被爱的 只是这两个反应的方式不同 只不过两人的反应的方式不一样 但是里面的根源是一模一样 但是里面的根源是一模一样的 我给你双手双脚保证 举起双手双脚和你保证 加我的头 你仔细去看 你仔细去看一下 如果你会channel的话 如果你懂得channel的话 你会在对方的身上看见你自己 你会在对方的身上看见你自己 还有你的孩子 还有你的小朋友 所以这个东西很好玩 所以这东西很好玩 但是这本书它有讲消夜 但是这本书它有讲消业 它有一段话在提 有一段话它在提 难道要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才可以平衡消夜吗 那是不是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才叫做消业呢 答案不一定 答案是不一定 所以说这本书如果你买回去 一定要后面也要看 所以为什么这本书 买得回去 麻烦你看完后面 因为我们的灵魂是有年龄 因为灵魂是有年龄的 像我们在这里面有很多人是老灵魂 好像这里面很多人是老灵魂 轮回了很多事 是轮回了很多世 假如我们两个 当时发生一些事情 是在某一个转世里面 我们在某个转世发生了一些事 然后当时它是青年龄 可能它是青年龄 我是幼儿龄 我是幼儿龄 幼儿龄的意思是指什么 什么叫幼儿龄呢 幼儿龄的意思是指我的灵魂年龄还很轻 幼儿龄的意思就是 但是我灵魂的年龄还是很小 我的灵魂像那个小孩一样 好像小朋友一样 转没有很多事 不是转世了很多次 所以当时我是在强烈的造业的阶段 那时候我是强烈地去造业的阶段 什么叫做造业 什么叫做业呢 那个小孩你叫他不要玩火 他就偏偏要玩火 小孩你叫他不要玩火 他就硬是要玩火那些 你跟他说那个东西不能吃 他就偏偏要吃 你叫他不要吃那些 他硬是走去吃的 所以幼儿龄是强烈的造业的阶段 所以幼儿龄是强烈的造业的阶段 他什么事都要去尝试 什么都要去试 所以你会发现有的人年纪很大 你明明跟他说这个事情不能做 可是他就是会去做 但是有些人你发觉他多老都好 你叫他不做他硬是要做的 谁跟他说都没有用 什么人跟他说都没有用 可是偏偏有一些很小的小孩 但是偏偏有些很小的小朋友 你叫他去做什么他就偏偏不要做 你叫他做什么他都偏偏是不做的 因为他已经玩过了 因为他已经玩过了 他活了比你久 他比你还老 他比你还活得久 你知道他轮回的转世比你多很多 他轮回转世比你多很多 他轮回转世多过你很多倍 要玩你自己去玩 玩不过你自己玩 要读你自己去读 你要读那些你不过自己读 我不用读的 我不用读的 我的大儿子就比较这样 我的小女儿就不是 她的儿子就比较像是老灵魂 她的女儿就不像 我的大儿子他就不玩这些物质世界的游戏 她的儿子就是不玩这些物质世界的游戏 读书 然后小朋友要干嘛 他一点点兴趣都没有 读书或者小孩子玩些什么 他完全没有兴趣 他们老师也拿他没办法 老师也对他没办法 他现在只要他想请假 现在他只要少爷想请假 然后他就会打简讯给老师 他就会给个短信给老师 所以他明天要请假 就说我明天要放假 老师就说好 我知道了 老师就说行了 我知道 然后我儿子就去玩他要玩的 那我儿子就会去玩他想玩的 他比较着重在发展他自己的我 他比较着重去发展他自己的我 可是我的女儿就不是 他的女儿就不是的 他就会去玩一些游戏 那他就会玩一些游戏 所以这个灵魂年龄呢 所以关于灵魂年龄呢 也关系到我们制造业的那个阶段 也都是关系到我们制造业的这些阶段 假如你是青年龄我是幼儿龄 我们两个发生了一些事情 假如你是青年龄我是幼儿龄 我们大家发生了一些事 隔了一两百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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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两个再度相遇 我们大家再相遇 可是呢我已经又转了好几世了 但我已经转了很多世了 然后我呢已经变成一个比较 比青年龄还要再老一点 那我就好像我是比青年龄再老一点 然后他又更老了 那他又更加老了 所以你的想法跟我的想法 跟当时已经不一样了 你跟我的想法跟当时也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在面对我们两个之间的牵引 跟业力的时候 我们的看法做法也都不同 当我们面对一些我们牵引我们之间的业力 当时我们的看法和做法也都不一样 所以不一定我要把你杀了 也才能消 那不是我要杀了你的业才会消的 里面有生命的爱 里面有一个生命的爱在 里面有生命的包容 也都有生命的包容在里面 信任 信任 接受在里面 接受在里面 在化解这些 我们以前没有释放掉的情感的强度 去化解这些我们以前 未释放的情感强度的时候呢 这样大概了解吧 所以呢 怎么样消业呢 一定要照那样子以眼还眼的方式消业吗 不一定 所以说消业是不是一定要以牙还牙 这样消业呢 不一定的 而业力呢 现在已经是一门 我觉得已经不是一个奥秘 是一门科学 我发觉业力呢 不再是一些什么傲秘的东西 是一门科学 你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你可以自己选择 你要面对你的业力 也就是说你的课题 生命课题的方式 在短期之内 你可以去选择你的业力 你如何经验生命课题 我就是很好的例子 他就是很好的例子 我刚结婚的时候 我不是跟你说我常打架吗 刚结婚的时候 我常常跟你说 当然是跟老公打架 这个也入进去 跟老公开火打架 然后呢 我的经济 我的婚姻 经济和婚姻呢 我的家庭都不是很好 和家庭都不是很好 都不是那么好的 一直到26岁的时候 我记得是26岁 在26岁那年呢 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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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那个时候 我的老二都还没出生 那时候老二呢 即女儿还没出生 还没出生 所以当我进入了Channel 当我进入了Channel 当我开始学习 我开始了解这个业力 我开始了解业力 我开始帮自己疗愈之后 我开始和自己疗愈之后 我的婚姻当然没有换老公 我婚姻是没有换老公的 当然感情是很好 感情是很好 当然家庭、孩子、金钱 跟以前完全都不一样 无论家庭、金钱、家庭 和感情都是比以前好的 那个不一样是差十万八千里 而那个不一样 是差了十万八千里 差太多了 算差太多了 所以业力是可以疗愈的 所以业力是可以疗愈的 是可以以科学的方式去疗愈 是可以业力的方 以科学的方式去疗愈的 因为基本上业力的运作 就是物理学 就是科学 身心科学的运作 因为业力的运作 就是身心科学的一个运作 因为所有的记忆 都在你的细胞里面 因为所有的记忆 都在你细胞里面 都在你所有的学艺 所有的感官的记忆里面 所有的血液 和感官的记忆里面 当你愿意去面对 你自己的生命 当你愿意去面对 你自己的生命 当你愿意去看清楚 你到底在玩什么把戏的时候 当你愿意去看清楚 你到底在玩什么把戏的时候 当你不再过度地 在渴求排斥之中 你可以看清楚 原来我都在干什么的时候 那个业力就开始 慢慢地 慢慢地 恢复平衡 当你不再在学球和排斥之中 徘徊的时候 然后你清楚的时候 你会慢慢看到 你自己在玩什么游戏 我的女儿今年11岁 她的女儿今年11岁 她就已经在上channel课了 她已经在上channel的课程 我的女儿 她就开始在上这个 她已经开始上课 她就进来听 她老师上课 她就进来听 然后我们做channel练习 她也做 那我们去做channel练习 那个女儿又做 我发现小孩 现在的孩子跟以前不同 我发现现在的孩子跟以前不同 她很快就听明白 她很快就听得明白 然后她很快就可以channel 很快就可以channel 她在跟其他学人做练习的时候 她马上就可以看到 因为我叫他们练习 练习 我给他们下了一个指令 那因为我向他们下一个指令 我要他们练习 我叫他们练习去看 就是当我一摸到对方手的时候 我就知道她最近发生什么事情 我要去练习 就是你要当我摸到这个人的手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她最近发生了些什么事 她一摸就可以知道 而那个女儿一摸就可以看到 所以呢 我们要开始学习去了解 非物质层面的讯息 我们要开始去了解 一个非物质层面的一些讯息 不要被外在你所看到的世界 所牵引 不要被外在我们看到的物质世界所牵引 你要看见 在我的负债 在我的婚姻关系不好 或者是我的工作有问题的时候 那么那个背后 究竟对应着我要学习的是什么样的课题 到底是一个负债 或者婚姻关系不好呢 或者是所有的问题后面 到底牵引的是一个什么业力的课题 而不是一直纠葛在那个地方去想办法 而不是一直糾纏在那些东西想办法 想办法就是在这里摆 摆久一点想多一点办法 摆完了不能摆了再摆到另外一边 再想别的办法 所以所谓的想办法就是 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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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太多人身上看到这个东西 我在太多人身上看到这个东西 你可以看到感觉到你也在玩这个游戏吗 你有没有看到或者感觉到你也在玩这个游戏吗 有感觉吗 有没有感觉吗 有吗 有吗 有吧 有没有 好 所以呢 这里面有讲宵夜的部分 那里面有讲到消业的那个部分 所以你对你的业力了解越深 你就越有能力去完成它 你对你的业力了解越深 你就越有能力去瓦解它 而且你还能够减少它在你人生里面的主控 它不是它控制你 而是你是自主的 而你可以去加强你的主控 而不是它控制你 而是你有你的自主力在 你从来不曾受制于你所设定的业力或者是课题 而事实上真正的你是可以自主自由地去主导你的生命 而真正的你是可以自由自主地主导你的生命 我有能力去选择我要在我自己的人生课题里头如何去创造我自己的生命 我有能力去选择在我人生的课题里面如何创造自己的生命 这个就是我们对业了解的意义 这个就是所谓对业了解的意义 当你越了解它的时候你就越有能力去自主你自己 当你越去了解它的时候你又越有能力去自主你自己 所以你不会再欠钱 你不会再欠人钱 你也不会再不被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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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够自主自由地去创造每一段被爱的关系 还有丰富丰盛的人生 你可以自由自主地去创造每一段被爱的关系 和丰富的人生 这就是我们的本质 这个就是我们的本质 因为每一个人的我都是纯粹的 因为每一个人的我都是纯粹的 都是丰盛 都是丰盛的 其实有问题 那像你刚刚讲的话是指说 你要业力先消除了才能够去创造 还是说这两个过程可以同一时间进行 还是说我可以不理我的业力就先去创造 那是不理的 那他问题就是 他说如果您这样说的话 我是不是消除了业力才能够去创造 还是这件事同时进行 还是什么 就是我不理我的业力 照去创造 我不理我的业力照去创造 你知不知你的肉身怎麼來的 你的肉身就是最大的業力 你的肉身就是你最大的業力 你這充滿了導電 你充滿絕倒電 你的器官是怎麼形成的 你的器官是怎麼形成的 你的胚胎是怎麼形成的 我們以前講過了 你的胚胎怎麼形成的 之前的講座講過了 在你父母親要懷疑之前 在你的父母親要去懷疑你之前 在你的精神體還沒有進入胚胎之前 在你的精神體還沒有進入胚胎之前 你的父親跟你的母親 你的父親跟你的母親 他們透過連結 他們透過連結 做愛 做愛 然後他們的精子跟卵子的結合 精子跟卵子的結合 可是那是最強烈的荷爾蒙 但是那個也是一個最強烈的荷爾蒙 在眾多的精子跟卵子之中 充第一名的那兩個就會結合在一起 在眾多的精子和卵子之中 充第一名的就會結合成為一個胚胎 那兩個是什麼 那兩個是什麼呢 那兩個就是你父母親最強烈的硬痕 那兩個就是你父母親最強烈的印痕 最強烈的情感強度 形成一個胚胎 形成一個胚胎 那是你最主要的性格被成立的開始 那是你最主要的性格被成立的開始 我們明天生命難途就要讀這個資料 明天生命難途科就會去讀這個資料 你是這樣子被生出來的 你是這樣子被生出來的 你怎麼可能不管那個業力然後去過你的 那是不可能的事 就是你不可以你不可以不計你業力就會去生活 藥波 那你大字是什麼意思 你有沒有發現 沒有可能的事 你有沒有發現你什麼事都不用做 你有沒有發現你什麼都不用做 你也沒去想什麼 你什麼都不用想 可是很奇怪 到幾歲的時候你就會碰到誰就發生什麼事 有沒有 你自然生到幾歲之後你就會碰到誰就發生什麼事 有吧 有沒有 你不是沒想什麼你都沒試天下太平 那都是口音 你不是你不想就天下太平 什麼都不可能 不可能 不是的 因為你這個肉身已經有當時的帶電震動在裡面 因為你就這樣你卡東西在那裡已經帶電了 而且你媽媽扶育你的過程 你所有器官的形成都跟那整個族群 尤其是你的母親 她當時懷孕你 她當時的生命的狀態完全都植入 因為你整個液的存在 你已經有你的族群 或者你母親的帶電 尤其是母親在你裡面 所以你的問題很好 所以你的問題問得好 所以它是可以同時並進的 是 我錯覺你可以同時並進的 你可以一路學習如何創造 一路去學習怎樣去創造 你也可以一路學習如何去消夜 你都一路學習怎樣去燒這些液 與其說是消夜 與其說是消夜的話 倒不如說是學習如何去平衡我們自己的生命 意識到自己的本質 我所謂何來 不如說我們怎樣去平衡自己的生命 去了解那個業力 我為什麼要來 這樣 大家了解 這樣明明 但是這是可以做到的 但這件事可以做到的 雖然有一點痛 雖然是痛的 因為一切都是自己選的 因為當你知道什麼都是你自己選的時候 一切都是自己造的 什麼都是你自己做出來的 角色是自己選的 你的角色是自己選的 場景也是自己選的 場景也是自己選的 要跟誰玩也是自己選的 跟誰去玩也是你自己選的 沒有一樣不是自己選的 沒有一樣不是你自己選的 你只能夠面對 你只可以面對 看我要怎麼玩下去 我看我自己怎樣玩下去 但是我不受制於我所選擇的那個業力 但我不受制於我所選的業力 你的功課不會改變 你的功課不會改變 我做了這麼多案例 我做了這麼多案例 包括我自己 包括我自己 如果你選擇的是跟金錢有關 如果你選的是跟錢有關 這一生你都跳脫不了你跟金錢的關係 這一輩子你都跳脫不了你跟錢的關係 但是你要學習的不是去改變 把金錢變成愛情 不是 但是你不是學習的 把金錢變成愛情 不是把國語這一科換成英文那一科 不是 這不是你要學的 不是 你學怎樣把國語這一科 變成英文這一科 不是 而是怎麼樣在你的金錢關係裡頭 去意識到你的本質 豐盛的本質 而是你怎樣透過金錢這樣東西 去意識到你這個豐盛的本質 改變金錢的振動 去改變你金錢的振動 也就是說我由一個負債的人生 變成一個豐富富有的人生 而是怎樣由一個負債的人生 變成一個豐富豐盛的人生 我從一個窮困潦倒 支出大於收入的人 變成一個擁有自己的存款 可以自由自在地享受自己生命的人 我由一個窮富 或者支出大於收入的人 變成一個豐富 我們可以存錢的 這不是夢想 這個不是夢想 我在我自己身上活生生血淋淋地看見 我在我自己身上活生生血淋淋地實現了這件事 但是這一條路走起來 但是這條路走上來 那個果實很甘甜 果實是很甘甜的 可是種的過程蠻辛苦的 但是種這個過程是挺辛苦的 你不需要做什麼 你什麼都不用做 你只需要面對 你只是需要面對 那個面對才是最痛苦的 面對是很痛的 人們永遠都在選擇逃離 人們經常都學習逃離 你知道嗎 那個個案來到我面前 每一個都會說 什麼方式最快 每一個個案來到這裡都說 什麼方法最快 快點 快點 只要可以快點解決都好 快點解決就好了 我就會坐在那邊看著他 我就會坐在那邊看著他 我就會坐在那邊跟他說慢慢來 我就跟他說慢慢來 你只能夠一次又一次地好好地去面對他 你只能夠一次又一次地好好地去面對他 沒有一蹴可蹟的 一蹴可蹟 沒有 一蹴 一蹴登天 一蹴登天 外界的實相 物理現象是這樣來的 物理現象是這樣來的 如果你要解決那個固化的實相 如果你要解決一些固化的實相 如果你要解決500萬的負債 如果你要解決500萬的負債 如果你要解決一段不愉快的婚姻 或者你要解決一段不愉快的婚姻 那你必須要分解 造成這個實相背後的什麼 情感的強度震動 你一定要分解這個實相背後的一些情感強度震動 你要把它平衡掉 消解掉 釋放掉 你要將它平衡 消解 釋放 我們有這個能力 也有這樣的科學 我們有這樣的能力 也有這樣的科學 但是它需要時間 但是需要時間 它需要你有勇氣去面對 也都需要你有勇氣去面對 在這好幾次的一路走來 你到底對自己加了什麼東西進去 到底你這麼多勢 你走到今天 都為你自己加了些什麼 你必須得面對它一個一個 慢慢來 你必須要去面對它一個一個慢慢來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這就是業力運作的基本規則 這個就是業力運作的基本規則 這樣大家了解吧 這樣大概了解 有一個概念 有沒有概念 好 所以呢 再來我們來談業的製造跟靈魂的年齡 好了 我們跟著講業的製造 和靈魂的年齡 剛才講到 剛才講到呢 所以呢 剛才講到幼兒齡 剛才講到幼兒齡 青年齡 青年齡 還有老年齡 還有老年齡 有各種 就像我們現在的不同的階段 好像現在不同的階段一樣 生命不同的階段 如果呢 你發現你有很多不該玩的 你還是繼續再玩 你發覺如果有很多東西你不應該玩的 還在玩的那些呢 就是小孩子才會去做的事情 你偏偏都要去做 你小孩才會做的事 你偏偏都在做的那些呢 那你的靈魂就還很年輕了 你可以繼續玩下去 你的靈魂不是很年輕 但是如果你發現你這一生有很多你都不會想再玩 如果你發現你這一生人有很多東西你都不想再玩 你發現你這一生你比較在自我的追尋上面 你這一生比較喜歡在自我的追尋這方面呢 你比較在靈性的層面上面去找你自己 你比較在靈性的層面上面去找自己的呢 你比較貼近愛 你比較貼近愛 有很多要玩的你已經不會想再玩了 有很多要玩的東西你已經不想再玩的東西了 那就表示你已經運轉的夠了 那些就表示你已經玩夠了 都在裡面 就是夠了夠了 你是比較老的靈魂 那你就是一些比較老的靈魂 接下來你要玩的是一個圓滿的 完滿的 跟著你要玩的是一些圓滿的東西 完滿的就是說你開始接近你的本質 所以圓滿就是你開始要接近你的本質 你開始跳脫 你開始跳脫 釋放那個孩子在玩的遊戲 你去釋放那些小孩才玩的遊戲 你步入一個成年的靈魂的年齡 你步入一個成年靈魂的年齡 你學習去了解愛 你學習去了解愛 我們這邊就有很多老靈魂 我們這裡就有很多老靈魂了 所以你們才會來這裡 因為這樣你才會來到這裡 我們才會相遇 我們才會相遇 所以這個是靈魂的年齡 這個就是有關靈魂年齡 你們會熱嗎 我看到很多人在山內 是不是很多人很熱 是會熱是嗎 是不是熱 OK嗎 OK 到目前為止你們有沒有人有什麼問題 到目前為止有沒有人有什麼問題 請問 那如果是又愛玩 就像小孩子一樣愛玩 可是又很追求 追求自己 譬如一個人很小孩 很喜歡玩 但又很追求心靈的東西 那這大部分是青年齡 那大部分是青年齡 他們的我還沒有滿足 他的我還沒得到滿足 但是他們一方面也在向上 但一方面他仍然向上 這比較偏向青年齡 比較偏向青年齡 所以的青年就是說 有一些東西他已經成熟了 那就是所謂青年齡 就是某些東西他經以成熟 他也玩過了 又玩過了 但是還沒到玩飽的地步 還沒玩飽 沒有 青年齡他不會去玩小孩子玩的 可是他要玩年輕人玩的 那青年就是不玩小孩子玩的東西 但是他玩青年人玩的東西 只有老人他才不玩 還是老人家才不玩的 那這就比較接近青年齡 那你說的就比較接近青年齡 他有一些還沒飽 有些東西還沒飽 但是他又了解他的生命在向上 但是他了解他的生命要向上 沒有其他的問題 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是 為什麼有些老人家 他老的時候才會不適合你 但是有些老人家 老的時候好像是要查在紙衣 不過你不能這樣看他那個階段 你要看他整事 我不是說那個階段 是說他這一生 不是只是說他老年的時候 是說這一生玩的遊戲 你要看他這一生在碰觸在玩的遊戲 是什麼遊戲 就是這個人這一生 他所碰觸他玩的遊戲 到底是什麼遊戲 因為我們每個人到老年 老年的階段的時候 大部分都會返回像孩子那個狀態 因為我們每個人到老年 都會像小朋友一樣 大部分的人都會 大部分的人會 好的 沒有其他的問題嗎 那我們就繼續往下說 你們有沒有特別想瞭解什麼 這裡面 我待會兒帶你們做簡單印記的消除 一會兒會帶大家做一個簡單的清印記 到最後的時候我們留一點時間 到最後的時候我們留一些時間 教各位很簡單很簡單的 去教大家一些很簡單很簡單的 如果這個你會做的話 如果你懂得做一會兒我們教你的東西 你多練習的話 而你多練習的話 一定也可以幫你消除一些印痕 也都會幫你消除一些印痕 那麼在這本書裡面也有提 這本書裡面都有提的 有興趣你就可以買回去看 有興趣你就買回去看 但是再來我們要講 七個內在的單元跟通過的儀式 跟著我們要講 七個內在的單元 和怎樣通過這一世 這個是你這一生會經歷的七個過程 這個就是我們這一生會經過的七個過程 但是這七個過程也在對應你這一生 每一次你要在你的生命裡面 去發展你自己要發展的事物的時候 你也會去經歷這七個過程 你也會去經歷這七個過程 也都對應你這一生 每一次你要發展 你要發展的事物的時候 都會經過這七個過程 這七個過程也可以把它當成一天的過程 而這七個過程 你都可以把它當成你一天的過程 所以在我們每一個轉世裡頭 你都會經歷到第一個出生 我們每一個轉生 我們都經歷到第一就是出生 第二個是兩歲之際發展出自主的經驗 第二個就是在你兩歲的時候 去發展出自主的經驗 大半是三歲以前 大半數人都在三歲之前 三歲以前你的整個生命的網路 大腦的架構都已經被架構出來了 在三歲之前你整個生命的架構 你的大腦的網絡已經架構完成了 再來你就會進入比較強烈的青春期 然後就會進入比較強烈的青春期 比較旺盛的青年期 比較旺盛的青年期 整個強烈的發展期 去強烈的一個發展期 第四個是到了三十五歲左右 那第四個就去到你三十五歲左右 這個時候你會開始去回顧你的我 你會開始去思考你的我 這一生你到底是在做什麼 那你那時候你開始會去思考 回顧你的我這一生到底在玩什麼 然後你真正要的到底是什麼 或者你這一生真正要的是什麼 通常在三十多歲的時候 你就會進入這個狀態 通常到三十五歲左右 你就會進入這個這樣的狀態 到了下一個階段是退休 或者是六十開外的年紀 這個時候你會覺得 我的人生職務 比如說我的工作 我的家庭 我的整個人生的職務 已經大半的完成了 接著去到退休 或者六十幾歲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你的人生的職務 或者你要做些什麼 你要玩些什麼 大半的都已經完成了 那接下來你就會體會到 死亡已經破在眉睫 那你跟著你會感覺到 你的死亡已經慢慢接近你了 再來就是死亡本身 跟著就是死亡本身 如果把這七個內在通過的儀式 把它對應成你要做生意 你會經歷過這七個過程 你會經歷這七個過程 第一個是出生 第一就是出生 我想做一個生意 我想做一個生意 你有一個idea 或者在你的人生裡面 你想發展自己 或者你這一生裡面 你想發展自己 你的一個idea出生 你有一個idea出來 之後你會開始去發展 這個生意的一些經驗 跟著你會去發展一些 你對這個生意的一些經驗 就像是籌備期 好像籌備期一樣 你要把主要的架構 都架構起來 你會將一些主要的架構 架構起來 之後你就會進入 強烈的發展期 然後你會進入 強烈的發展期 青年期 青年期 然後之後 整個生意做了一段時間之後 你一定會有一些修改 或者有一些你覺得 那這個生意 到底要怎麼樣 繼續發展下去 那整個生意 去到某一個階段的時候 你就會開始去修改 或者你會發現 怎樣去調整 你就會進入35歲 這個時候的精神體的狀態 那去到35歲的精神體 這個狀態 35歲的狀態 其實就是修剪 那35歲的狀態 就是修剪的 也就是說 當你如果有栽種植物的時候 它擴展到一個 它長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不是被蟲 有一些東西會被蟲咬 那就是說 譬如你種植物 它長到某一個階段的時候 你發現有些地方 可能被蟲咬了 有的葉子吸收不到養分 會有枯竭的狀態 有些葉可能吸收不到養分 它會有膚毀 這些都是35歲會碰到的 你需要去修剪你的生命 哪些你要的跟不要的 那差不多到35歲 你就會開始去修剪你的生命 有些東西你要留下 有些東西你不要的 最後就到了退休 就是所有一切已經大致都完成了 架構都已經 運作都已經成熟了 最後去到退休 就是你所有的東西架構完成 你都去到成熟的階段 那個很大的成果也出來了 那個很大的成果也出來了 那到最後就是結束 到最後就是結束 那麼每一個結束都意味著再生 而每一個結束都意味著再生 各位有沒有做生意 大家有沒有做生意 其實到了這個階段是很重要 其實去到這個階段 這個階段 第五個階段是很重要的 你會發現那個生意 你修剪了 修整修它之後 你修剪修理了你的生意之後 修改了你的生意之後 你已經有一些大致有的成果 你大致上有一些你的成果 可是這個時候你就要進入下一個循環 因為這樣你就開始要進入下一個循環 就是你的生意在這個 假如這裡頭有兩年的時間 譬如這樣走要有兩年的時間 走到那裡 這個系統已經循環過了 那個系統已經循環過了 所以某些東西其實勢必一定要結束 所以某些東西 事必要結束的了 要離開 要離開的了 不是生意不要做 不是說不做那個生意 而是你的生意一定會面臨到另外一個出生 也就是擴展 你的生意要面臨到另一個出生 又或者我們叫擴展 到下一個階段 去到下一個階段 那麼這個節奏呢 在我們每一天 還有在我們的生活裡面 疾病裡面 還有工作裡面 通通都會發生 還有愛情 都會不斷地運作 有沒有 我們兩個出生相遇 談戀愛 我們兩個相遇就是出生 然後呢 之後就開始發展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們的興趣 都不錯 都一樣 有沒有 大家的興趣好像一樣 不錯 之後就到了熱戀青春期 熱戀青春期 然後去到 然後熱戀一段時間之後 修剪期 熱戀了一段時間 就開始修剪了 不合 有些不合 有些合 有些不行 有些不行 有些我們兩個對不上 有些大家對不到 然後之後整個愛 愛情到最後 有了一個結晶 到最後有一個 好像我們大致已經完成 那去到呢 到這麼一刻 大家覺得這個愛 去到完成了 這時候不是我們的愛結束 就是我們要有另外一個 新的開始 那時候不是那個愛要結束 就是我們有愛要一個新的開始 可能我們的愛呢 來到了精神層面 或者我們的愛要去到精神層面 來到更大的愛了解跟接受 或者去到一個更加大的愛 了解和接受 所以呢 這七個過程 所以這七個過程呢 它是一個節奏 它是一個節奏來的 我們的人生 它絕對不會一直飆 這樣子飆 我們的人生絕對 不會一直這樣飆上去的 如果大致上來講 它是這樣子沒有錯 大致上來講 是這樣的一個趨勢的 可是呢 在這個過程裡面 它一定是有一個節奏 但在這個過程裡面 它一定會有一個節奏 所以你生病 你也不會一直生病 所以你病 不會一直生病的 你會到開始生病 你會開始病 然後這個是發炎狀態 然後發炎 然後 有沒有 這個是強烈的發炎 然後強烈的發炎 不舒服 然後不舒服 然後之後消炎 然後消炎 有沒有 到消炎 然後最後這個病就結束 然後那個病就結束了 這個是我們生命的一個基本的節奏 這個是一個生命的基本的節奏 所以如果 所以如果呢 在座的各位 在座的各位 假如呢 你的生命是 你的父母是強烈要求你要好的 如果你的父母是強烈的要求你要好的 你很容易沒有辦法接受 這樣子的七個內在過程的節奏 不斷的在你的人生裡面 其實不斷的在發生 你比較難去接受這個這樣的節奏 在你生命裡面去發生 當我們的人生走到了35歲 第四個階段的時候 當你的人生去到35歲 第四個階段的時候 如果你還強烈要自己好的時候 如果那時候還要強烈的要自己好下去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接受那個修剪跟放下 你很難去接受什麼叫修剪或者放下 你永遠都要把自己拉到高點 你永遠都要把自己拉到高點 這個內在的意思是我們每一天 從日出到日落 其實這裏面這個儀式 在我們日出到日落 每一天 從我們經歷的每一段愛情 工作跟關係都會發生的過程 在你每一段的愛情工作或者關係裡面 每一天都發生著 就是這七個過程 就是這七個過程 那麼我們要做的是保持關照 我們要做的就是保持關照 看自己的生命如何去經歷 如何去經歷這每一段的七個內在的過程 你去看著你的生命 怎樣去經歷這個內在的七個階段的過程 我們休息一下 我們休息一下 我們休息一會 它是主要業力形成的過程 或者主要業力形成的過程 最早當然是我們的受精卵 最早當然是我們的受精卵 然後之後呢 就是進入胚胎時期 跟著就會進入我們的胚胎時期 也就是在子宮裡頭著床 就是在子宮裡面去佐床 佐床 佐床 有時候儲存在裡面 對 然後在整個子宮裡頭生長的過程 或者是整個子宮的生長的過程 一直到出生的過程 一直去到出生的過程 這樣子的過程呢 已經在形成你的器官 你的骨 你的血 你的肉的過程裡面 已經決定你人生至少百分之五六十的主要的架構 在你形成你的骨 你的血 你的肉的時候 你已經是將你的人生的價格 百分之大部分已經完成了 之後你的被出生 之後你的被出生 跟三歲以前 和你的三歲之前 你的整個神經網路的架構已經形成 你整個神經網絡架構已經完成 這個時候也是差不多百分之六七十左右 你的整個人生的方向 整個方式 其實在那個時候已經差不多定下來 那百分之六十到七十左右 你整個人生的方向大致上已經形成了出來 那麼整個印痕形成的階段是在七歲以前 而整個印痕出現的狀況是在你七歲之次 百分之八十 百分之八十 已經幾乎全部架構完成 幾乎已經全部架構完成 之後你就會進入八歲到十四歲的階段 跟著就會進入八到十四歲這個階段 那八歲到十四歲是比較強烈的情感發展的階段 而八到十四歲是比較強烈的情感發展的階段 那麼到了十五歲之後 那麼到了十五歲之後呢 你的主要的人格在十五歲到二十一歲的時候 會整個都完成 你主要的人格在十五歲到二十一歲已經主要完成了 所以你的主要的性格特質其實在二十一歲以前 十五歲基本上十五歲到二十一歲 整個主要的性格特徵 已經全部都架構完成了 在你十五歲到二十一歲 你整個性格的特徵已經全部架構完成了 那開始消業的階段就是二十二歲 二十二歲開始就開始消業了 什麼叫做消業 那什麼叫做消業 那什麼叫消業呢 就是你開始進入什麼 開始進入一些什麼 進入經歷 大量的經歷 選擇婚姻 選擇家庭 就開始在消業了 因為你要大量的 開始擺來擺去 開始去經歷 就是大量的 你開始選擇你的伴侶 你的家庭 大量去經歷 或者擺來擺去去消業 所以每一段你選擇的經歷跟過程 都是你的業力在經歷的過程跟階段 每一個你的選擇和經歷 都是你業力去經歷的一個階段 所以現在是九點 大概九點多一點 現在九點多一點 我們講了那麼多 我們講了那麼多 你是不是大概對業力有一點點的了解 是不是大家對業力有一點點的了解 還有生命的運作 還有對生命的運作 這一次講座的主題裡面 最後還有一個就是 怎麼樣幫助自己去消除一些印痕 業力其實就是業力 而這個講座也都包括這個部分 就是怎樣去消除一些你的業力 所謂的業力就等於是情感上的經歷 所謂的業力就是等於你情感上的一些經歷 所以業力並不等於罪與罰 業力並不等於罪或者罰 而是一種生命情感上的經歷 而是一些生命情感上的經歷 經歷學習意識到自己的自信跟本質 經歷學習然後也意識到自己的本質和屬性 這個叫做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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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從來不會跟學員說 你是造了什麼孽所以你會怎麼樣 我從來不會跟學員說 你做了什麼業所以你會怎麼樣 我們從來不是這麼在看事情 我們從來不是這樣看事情 因為沒有那個叫做業障 沒有業障這件事的 那個業障是我們的一種認知跟定義 業障只是我們的一些認知跟定義 所以業力我們也可以把它說成是一種生命的擴展 而業力也可以說成是一種生命的擴展 跟覺醒 和覺醒 我們透過自己在生命裡頭 所選擇的每一場經歷去醒覺自己的我 我們透過生命的每一場經歷去尋找我們的我 我覺得這才是業力的真正的意義 我覺得這才是業力真正的意義 對我來說 所以我的人生如果遇到越大的困難 我覺得越棒 所以在我的人生我遇到困難 我覺得很棒 因為你跨過去之後 因為你跨過去之後 你的人生又到了另外一個階段 你的人生又會去到另一個階段 這就是生命 這就是生命 所以基本上我們對生命的感覺 其實很多是從痛苦來的 基本上我們人生的很多感覺是透過痛苦以來 沒有痛苦你哪來的擴展 沒有痛苦你怎樣擴展 沒有痛苦你哪來的向上 你沒有痛苦怎樣向上 所以我也不要怕孩子痛 你不要怕你的小朋友痛 我是這麼認為 我是這麼認為的 我會覺得在帶孩子的過程當中 不是要給他很痛 也不是讓他不要痛 帶一個小朋友不是說令到他很痛 或者令到他不痛 該痛的時候就讓他痛 要痛的就要讓他痛 他有痛他就會去成長 有痛他就會去成長 所以接下來我們來談 那怎麼樣去消夜 跟著我們會談怎樣去消業 剛才說過了 其實每一件事情在拉扯的時候 在渴求排斥的時候 你其實都在業力運作的基本法則裡面 剛才說過了 我們在渴求和排斥中間 就是一個業力運作的法則 而且我們生命之中的每一件事情 根本都是這樣在運作 而我們生命裡面 基本上每一件事情都是這樣運作 那麼如果你要消夜的話 那如果你說要消業的話呢 你需要去消除那個非常強烈的情感的強度 你要去消除這個非常強烈的情感強度 是情感的強度形成印痕印記 而是情感的強度去形成印痕和印記 也是這麼強烈的情感來不斷地創造外在的實相 也都是一些這麼強的情感去創造外界的實相 讓自己不斷地深陷其中 令到你自己不斷地深陷其中 所以有一個非常非常簡單的清印記的方式 所以有一個非常非常簡單的清印記的方式 第一個 第一 你一定要先練習一件事情 你先要去練習一件事情 就是放鬆你的身體 就是放鬆你的身體 在頭腦的狀態下 你是沒有辦法幫自己療癒 你用你的腦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幫你自己療癒 我們課堂時間太短 因為我們這一堂的時間太短了 兩個半小時 我比較難去解釋那個原理 兩個半小時很難跟你講這個原理 所以第一個動作 第一個動作 你一定要先做一個放鬆的姿勢 你一定先要做一個放鬆的姿勢 半堂的姿勢是最適合的姿勢 半堂的姿勢也是最適合的姿勢 你不用做得這麼挺 不用這樣坐得直 也不一定要盤腿做 也不用說一定要盤腿 因為你的腳一碼你就做不下去了 你的腳一碼你就做不到下去了 所以你要怎麼伸都沒有關係 你要怎樣攤都可以 一定要是你最放鬆的姿勢 一定要是你最放鬆的一個姿勢 幾乎半堂的姿勢 幾乎半堂的姿勢 你看大概像這樣子 這種半堂的姿勢是最好的 這樣半堂的姿勢是最好的 然後放鬆你的呼吸 然後放鬆你的呼吸 我先用講的 我們先講完好嗎 然後沒關係你們慢慢來 然後你才慢慢來 待會兒我們再一起做 待會兒再一起做 好 所以第一個步驟 所以第一個步驟 是找一個最放鬆的姿勢 找一個最放鬆的姿勢 然後把你的注意力放在呼吸上面 然後把你的注意力放在呼吸裡面 不要控制你的呼吸 不要去控制你的呼吸 跟隨著你的呼吸自然的節奏 去跟隨你的呼吸自然的節奏 慢慢地放鬆 慢慢地放鬆 放鬆之後 放鬆之後 拋一個問題 就拋一個問題 去感覺 你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什麼問題都可以 你現在最困擾的想要解決的問題 疾病也可以 你可以拋一個問題 就是你最近最強的問題 疾病或者什麼問題都可以 金錢也可以 錢也可以 或者是關係也可以 關係都可以 反正任何你覺得 你不喜歡的問題都可以 反正那些東西你不喜歡的問題就可以 然後把這個問題拋出去 把這個問題拋出去之後 去感覺 然後去感覺 你的身體 有沒有哪個地方不舒服 你的身體有沒有哪一處不舒服 或者是這個問題 讓你想到身體的哪一個部位 或者你想到這個問題 你就自然想到身體哪一個部位 或者是你直接就感覺到 你的身體哪個部位有反應 或者你自然地感覺到 你的身體某一個地方有反應 然後呢 你可能是有感覺 可能是一些感覺 直接感覺身體的某個地方不舒服 或者你感覺你的身體 直接這樣感覺 你的身體有什麼地方不舒服 或者是你直接就跳出了某一個部位的感覺出來 或者你直接有一個感覺 就是某一個部位走出來了 或者圖像出來 或者一個圖像走出來 之後下一個步驟 然後下一個步驟 然後下一個步驟呢 就是去感覺 假如你感覺的是胸口 接下來就用味覺 視覺 聽覺 嗅覺 觸覺 來去感知 分解 這個部位的能量狀態 然後就用你的味覺 觸覺 觸覺 聽覺 去感知你那個部位 那個感覺走出來 比如說呢 你現在有一個問題 比如說你現在有一個問題 你想要去做清除跟療癒 你想去做一些清除和療癒 你要消解這個硬痕跟業力 你想消除這些印痕和業力 會比拋出去之後 將你的問題拋出去之後 你出現感覺到胸口不舒服 你出現感覺到你的胸口是不舒服的 可能你又感覺到脖子不舒服 或者你的肩膀是不舒服的 還有膝蓋 或者你的膝頭是不舒服的 好 那你就先找一個部位來感覺 你先找 比如這三個地方都不舒服的話 你可以先找一個部位去感覺 那麼感覺你的胸口 比如感覺你的胸口 那個這個部位的痛 是痛還是痠還是麻 那個部位到底是痛啊 酸啊麻還是怎樣呢 然後呢 這裡面你感覺到 你感覺到胸口它顏色是什麼顏色 或者你感覺一下胸口那裡 那個顏色是什麼顏色呢 這個部位讓你想到什麼顏色 或者那個胸口那個感覺 令你想到一個什麼顏色 或者感覺到什麼顏色 或者你感覺到一個什麼顏色 好 比如說你感覺到的是黃色 或者是深紅色 或者你感覺到黃色 或者是深紅色 好 顏色感覺完之後 你感覺這個胸口這個部位 你去感覺這個地方的肉 感覺這個地方的感覺 然後你再去感覺那個地方的肉 或者去感覺一下你的感覺 你感覺它是冷的還是熱的 然後裡面呢 然後裡面呢 裡面的肉讓你感覺是硬的還是軟的還是稠的 那到底你感覺到裡面的肉是軟啊硬啊 還是一塊的呢 然後再去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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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部位 胸部的這個部位 胸部這個部位 讓你感覺到什麼情緒 令你感覺到一些什麼情緒 比如說你可能感覺到憤怒 或者感覺到憤怒 你可能感覺到悲傷 或者是悲傷 好 那麼這些感覺全部都感覺完之後 甚至於你可以感覺味道 甚至乎你可以感覺一下味道的 用你的感覺去感覺 用感覺去感覺 比如說你感覺到那裡面好像酸酸的 或者是辣辣的味道 或者什麼味道 酷酷的 或者是辣辣的 苦苦的 或者沒味道 或者是沒有味道的 也沒有關係 都沒有所謂 你去感覺 就去感覺 之後就進入下一個步驟 跟著下去下一個步驟 發一個念頭出去 然後發一個念頭出去 這些振動 就是你剛才用你的感官 去分解這些所有的振動 這些振動 跟你的過去的什麼事件有關 剛才你那些振動 就是你所有感官 帶出來的那些振動 跟過去的一些什麼事件有關 然後你就會自動進入一個復反的過程 那你自動就進入了一個復反的過程 復反 復反 什麼叫做復反的過程 什麼叫復反呢 所有的印痕都是以鎖鏈的形式存在 所有的印痕都是以鎖鏈的形式存在 鎖鏈 鎖鏈 什麼叫鎖鏈 什麼叫鎖鏈 什麼叫鎖鏈呢 剛開始呢 剛開始我可能只是 這樣說好了 我就以我最近這兩天做個案 我就用我這兩個做個案 我以他的來解釋 用那個個案來解釋 剛開始他在家裡面只是被放在一邊 然後母親呢沒有關注他 媽媽沒有關注他 沒有關注也沒有理會 沒有關注也沒有理會 這個是比如說三四歲的時候發生的事 之後他變成十多歲 十幾歲的時候呢 他開始不清楚 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開始不清楚 不知道自己要做些什麼 就是比如說功課 或什麼都不清楚 不知道 譬如功課 經常都不清楚 不知道 因為他小時候沒有被教導 因為他小時候沒有來教他 都被放在一邊 那之後進入婚姻 然後進入婚姻 長大一點 我現在用比較大的間隔解釋鎖鏈 我現在比較跳格 跳得遠一點去解釋鎖鏈 所以他的第一段婚姻 所以他第一段婚姻呢 第一段婚姻呢 他跟先生的關係不好 跟先生的關係不好 覺得自己不被關注 覺得自己不被關注 不被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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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 之後呢 又進入了第二段婚姻 就進入了第二段婚姻 你仔細看這條鎖鏈 大家仔細去看一看這條鎖鏈 我講給你聽 你的腹反過程會這樣子 接下來呢進入第二段婚姻 跟著進入第二段婚姻 他在第二段婚姻裡面 又覺得自己被遺棄 在第二段婚姻裡面 覺得自己被遺棄 不被了解 不被了解 不被接受 不被接受 後來呢 跟著呢 到了四十多歲的時候 到四十多歲的時候 生病 就病了 然後他的 比如說他的 我是舉例 不是一定是這樣 他的眼睛看不見 然後他的眼睛看不到 最後變成這樣 變成這樣 好 那現在呢 你來看 大家看一下 這條鎖鏈 看一下這條鎖鏈 我剛才說的那個步驟 接下來 你是去感覺這個振動 跟你的什麼事件有關 對不對 我們現在是講 我們用我們的振動 去看一下 跟什麼事件有關 剛才講到這裡 是不是 好 那麼首先呢 我們要來看 為什麼他的眼睛看不見 我們首先去看 為什麼他的眼睛看不到 為什麼他生病 為什麼他病呢 因為這裡面的這個東西 仔細看 不被了解 不被接受 因為他 這樣東西 不被了解 不被接受 被遺棄 然後在這段情境裡面 不被關注 不被愛 在另外一段情境裡面 他不被關注 不被愛 再來這邊 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不被理會 跟著去到那裡 就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麼 沒有人理會 再來沒有關注 跟著就沒有人關注 沒有被理會 沒有人理會 最後產生了這個生病 他有這個疾病 最後產生了 眼睛的問題 他有這樣的病 就是眼出現了問題 比較嚴重的眼睛的問題 很嚴重的眼的問題 好 那麼是這些的強度 造成了這個 這個眼睛看不見的問題 就是那些這樣的強度 去造成了他的眼看不到的 那件事 可是你要留意 這已經四十多歲了 但是留意一下 那時候他已經四十幾歲了 但是在最早的時候 其實只有三四歲 但是他最早的時候 他只有三四歲 那這個就是鎖裂 而後面那個就是鎖鏈 我們的生命所有的 都是以這種鎖鏈的形式存在 而我們生命所有的東西 都是由這種鎖鏈的形式 一直存在 就是我剛才講的 從最早最早的時候 可能是受精卵 或者胚胎時期 就是最早最早 剛才我們說的受精卵 或者胚胎期那時 你在母親身上 已經接收到 比較深的不被愛 你在母親的身上 已經接收到很深的不被愛 然後你一路一路一路的 在這個強度裡面 整個發展出來 到最後變成了一個大病 然後一路一路 這個長期的發展下來 變成了一場大病 那你說這個病 能不能夠醫 你覺得這個病 可不可以醫 只要不是先天性的 只要不是先天性的 我認為 以我的經驗 在我的經驗 我認為 你要療癒的百分之五六十 六七十 甚至於幾乎都痊癒 是很有可能的 你要醫好百分之五 六十六七十 或者是全部好 是幾乎是完全可能的 我處理過很多宜蘭雜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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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癌症 包括癌症 他們都可以被治癒 他們都可以治癒 但是療癒的時間 要有一定的時間 因為他們必須消解掉這些密度 但醫好要一些時間 因為他一定要去消這些葉 所以我們不是進入腹反的過程嗎 剛才我們進入了腹反的過程 去感知那個振動 跟你以前的什麼事件有關 對不對 就是去感知那個振動 跟你以前有什麼事件有關 這個腹反是人的本能 腹反是人的本能 因為所有在你這一世 包括轉世裡面 只要你接收過過度強烈的生命的經驗 都會儲存在你細胞的記憶裡面 因為所有這一生裡面 你經歷過所有的強烈的經驗 都會記憶在你的細胞裡面 你只要隨便透過一個這裡的不舒服 你就可以自動倒帶 你隨便在那個地方 你是不舒服的話 你去到那裡你就自動倒帶 倒帶的方式就會從這裡 倒帶 往前倒 就是從那裡開始 向前一路倒帶 往前倒 一直倒到這個地方 一路去到那個地方 你聽得懂嗎 聽得懂嗎 聽得懂嗎 所以你如果再發一個念說 好 那這個震動跟我的什麼事件有關 譬如說你發一個念說 那個震動跟我的什麼事件有關 你就會突然跳出來 你可能會突然跳出來 在第二段會裡面發生什麼事 我在第二段會裡面發生了什麼事 然後呢 在這裡面呢 如果你要在腹反的過程裡面療癒 記住有一個重點 如果你要在腹反這個過程裡面 得到療癒 你要永遠記住一件事 如果你要消掉那個硬痕的反應 情感的強度 你要記住你的感官是很關鍵的地方 你要消除那個情感的強度 或者感官反應的時候 你的感官是很強烈的關鍵來的 也就是我進入到 我突然出現了第二段會員的情境 就譬如你突然間出現了一個 第二段會員的一個情境 所以我看到 所以我看到 在第二段會員裡面發生的事件 我看到第二段會員發生什麼事件 我聽到 我又聽到 類似啦 你可能沒有辦法 全部的感官都很有感覺 可是你的感官盡量 當時我聽到我被說什麼 或者是我聽到別人怎麼對我 對我說了些什麼樣的話 你不一定所有感官都有反應 不過你盡量 你譬如當時你聽到什麼 看到什麼 有什麼感官的反應 那時候 我感覺到 或者感覺到什麼 我感覺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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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當時有什麼情緒跟感覺 我當時有什麼情緒或者感覺 然後呢 我看到當時發生 在這個第二段會員裡面 我看到小孩 或者是我常常看到 我在家裡面發生什麼事 就是你的那個圖片畫面 就是呢 譬如當時你經常都見到小朋友 見到家裡發生什麼狀況 那時候你大部分儲存的圖片和畫面 是什麼 所有當時的情境 你只要復返一遍 所有當時的情境 只要你復返一個回合 就會消除一遍 就會消減一個回合 就會消掉當時你所接收到的強度 就會消減你當時接收的那種強度 就好像如果小時候你曾經被燙傷 從此以後 你只要看到火你就會怕 從此之後你見到火你就會怕 有沒有 那如果你小時候每次吃飯都被罵 譬如你小時候每次吃飯都被人罵 都被強迫要吃多少飯 或者逼你吃多少飯 從此以後長大 你看到那個吃飯時間 要吃飯的時候 你就開始不舒服 身體就不舒服 那你要怎麼解掉這個吃飯的反應 跟身體不舒服的狀況 跟身體不舒服的狀況 那你要怎麼去解除這個吃飯的反應 或者身體不舒服的狀況呢 你就必須往前去消解掉這個鎖鏈 你必須要往前去消掉這個鎖鏈 你是從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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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被整個鏈出來 以後只要看到這個人 以後只要吃飯 以後只要聞到這個味道 以後只要怎麼樣 我就開始不舒服 你明白嗎 你會一路一路看見到這個人 或者見到什麼情景 或者見到一些東西 我就會不舒服 所以你只要往前到 他自己就會到 一路向前推 你就會自動 他就會自動地倒帶 賽斯資料裡面寫得很清楚 而賽斯資料裡面寫得很清楚 只要你跟隨著你的情感 賽斯資料說 只要你跟隨你的情感 你就可以找到信念的源頭 你就可以找到信念的源頭 就是你當初是如何被植入的 你就可以消解這個鎖鏈 你就可以消解這個鎖鏈 你就可以消除一些 你就可以消除一些 但是這個做一次不夠 但是做一次不夠 你要一直做 要一直做 所以當你發一個念頭出去說 這個震動 我的胸口的這些震動 跟我的以前過往的 什麼事件有關 譬如你有一個念頭就是 我這個胸口這個震動 跟我以前某一件事有關 他就會自動浮出 跟這個問題有關的事件出來 他就會自動浮出來 跟這個震動有關的事件出來 那你感覺完之後 你感覺完之後 再發一個念頭出去 又發一個念頭出去 他又跟我以前的 什麼事件有關 他又跟我之前的 什麼事件有關 他就會自動倒帶 倒到前面這個事件 那就他自動倒帶 倒回去最早期的事件 那你再繼續問 感覺完 整個感官都感覺完之後 譬如去到某一個片段的時候 整個感官都感覺完了之後 再繼續問 又繼續再問 他就會繼續倒 他就繼續倒 他就繼續倒帶 再繼續倒 如果你可以的話 如果你可以的話 你要再倒到子宮期 你可以的話可以去到子宮期 或者前世都可以 或者去到前世都可以 然後你整個倒完一遍之後 你真的倒帶了一個回合之後 你可以觀察一個地方 你可以觀察一個地方 你可以觀察一件事 你可以觀察你做這個過程 對你有沒有效 你可以觀察你這個過程 這個回合對你有沒有效的 就是你對這個問題的感覺 是不是開始有一些釋放 就是你再感覺這件事 你的感覺有沒有一些釋放 你有沒有比較不焦灑了 你或者不再停在那裡 或者是說我本來肚子很痛 譬如說你肚痛的 可是我做完之後 肚子就比較舒服了 你做完這個回合之後 你的肚子有沒有舒服一點 你沒有服任何的藥物 你什麼藥都沒有吃的 可是你的肚子就好多了 那你的肚痛就好很多了 就是這樣做 就是這樣做 這樣你了解嗎 這樣明白嗎 你的腹反的能力 它會自動的倒帶 把你當初如何被鎖鎖鎖鎖鎖 這樣構出來的這個實相 它會自己一點一點的去倒帶 那你本身有個復反的能力 而這個復反的能力 就會帶著你到到底 這個是人的本能 這個是我們的本能 因為你的整個神經系統 你的整個大腦的網路 早就已經存在這整個網路的結構 而人是感官的動物 而人是感官的動物 你的感官會自動的一起 跟這個震動有關的事件 它會一件一件的自動翻出來 而你的感官是自動會回憶起一件一件的事 和有相關的事件出來 這就是人們療癒的本能 這個就是人一個療癒的本能 每個人都有能力療癒自己 每一個人都有能力療癒自己 每一個人都有能力的自己 你要做的只是面對 但是你要做的只是面對 有勇氣去面對 是有勇氣去面對 我的人生為什麼會這樣 我的人生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這樣 你不用去外面找太多的方法 不用去外面找太多的方法 你到最後還是得走回來 走一個回合之後 你最後都可以回來 你花再多錢都一樣 你花多少錢都一樣 不是寶石就可以讓你怎麼樣 雖然它可以幫你改變一下你的震動 不是我吃什麼 確實你吃什麼會好一點 或者我吃什麼 吃什麼你可能會好一點 可是當你再度的遇到刺激物 就是遇到這個情境 遇到這個人 遇到這個事件的時候 你還是會引起反應 但是你再次遇到刺激物 或者那個場景那些事件的時候 你的身體又會有反應 你還是一樣會重蹈覆轍 那你又會重蹈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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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面對 所以就是面對 所以我從頭到尾再把這個步驟說一遍 然後大家一起做一次 我從頭到尾再說一次 大家又試一下自己做 第一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 你們要我帶著你們慢慢做嗎 是不是大家要帶著慢慢做 要關燈嗎 你們要關燈 大家要不要關燈 其實OK吧 是不是這樣都可以 可以吧 是不是可以 你盡量保持放鬆 盡量保持放鬆 你的姿勢盡可能放鬆 你的姿勢盡量放鬆 這個是不是不回來的 對,你們可以坐 Alex,要不要坐在那裡 美女,你要不要坐在那裡 這裡有個位置 好,閉上你的眼睛 閉上眼睛 放鬆你的身體 放鬆你的身體 整個肩膀和身體都放鬆 你整個肩膀和身體都放鬆 把注意力放在你的呼吸上面 把注意力放在你的呼吸上面 不要控制你的呼吸 不要控制你的呼吸 慢慢地跟隨著自然呼吸的節奏 慢慢地跟隨自然呼吸的節奏 進入到深層的放鬆狀態 只是感覺你的一吸一吐 去感覺你的一吸一吐 自然地放鬆 自然地放鬆 如果在這個過程當中 如果在這個過程中 你會使用來想便宜 你會使用來的姿勢 能使用來的有一點 跟隨你的呼吸 可以調整到它放鬆為止 你可以調整到它放鬆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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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请你慢慢跟随你的呼吸 自然地进入深层的放松状态 自然地进入深层放松的状态 感觉自己的呼吸 感觉自己的呼吸 越来越均匀 越来越均匀 越来越和缓 越来越慢 越来越放松 越来越放松 感觉到自己坐在一个很舒服 很放松的地方 感觉你坐在一个很舒服 很放松的地方 感觉到你的身体 还有呼吸 都慢慢地放松下来 感觉到你的身体 你的呼吸 都慢慢地放松 感觉到你的身体 感觉到你的身体 就能放松松 一边 很快 感觉到你的身体 发展驹 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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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共帮 但下到你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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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好 請你在心裡拋出一個 最近與你自己有關的問題 請你在心裡拋出一個 最近與你有關的問題 你想要解決的問題 你想解決的問題 當你拋出這個問題之後 去感覺你的身體 有哪個地方不舒服 當你拋出這個問題之後 去感覺你的身體 有什麼地方是不舒服的 或者是這個問題 直接讓你聯想到 身體的哪一些部位 或者是某一個身體的部位 自己直接跳出來 或者你身體某一個部位 直接這樣就跳了出來 在心裡 在心裡 有什麼地方是不舒服的 在心裡 有什麼地方是不舒服的 在心裡 有什麼地方是不舒服的 去感覺其中一個部位是冷的 還是熱的 去感覺你身體的這個部位 是冷的還是熱的 去感覺它 去感覺一下它 卻變得ским 接下來感覺這個部位的肌肉 或者是组织是硬的还是软的 然后它感觉这个部位的肌肉和组织 是硬还是软的呢 再去感觉这个部位的颜色 再这么说,这个部位的颜色 是什么颜色 是什么颜色的呢 你感觉到浮出来的颜色是黄的 红的绿的白的还是什么颜色 你感觉一下它的部位呈现出来的颜色 是白的、绿的、红的 还是什么颜色呢 有味道吗 它有没有味道的呢 你去感觉、去闻的时候 有任何酸的、苦的、辣的 或者是其他的味道吗 最后感觉这个部位的情绪 最后去感觉那个部位的情绪 是紧张的、恐惧的 是紧张的、恐惧的 放松的 放松的 喜悦的 喜悦的 还是愤怒的 还是愤怒的 是痛苦的 是痛苦的 是什么情绪 是什么情绪的 是什么情绪的 这个部位的这些震动 和我过去的什么事件有关 这个部位的刚才那些震动 和我那些什么事件有关 感觉它浮出了什么事件 它感觉一下它又浮出一个什么事件 可能是前一段时间发生的事 可能是前一段时间发生的一些事 也有可能是最近的事 也可能是最近发生的一些事 或是更小的时候的事 又或者是你更小时候的一些事 再一次的复返 再一次的复返 在这件事件的过程当中 你经历了一些什么 在这件事的过程里面 你经历了些什么呢 你的感官又接收到一些什么 你的感官又接收到一些什么呢 你也没有在这件事 对方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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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找到一个人 咪咪 接下来慢慢地进入一次又一次的复返 接下来一次又一次去复返 每一次的复返都抛出一个念头 就是这些震动和我过往的什么事件有关 慢慢地接着一个事件去复返 一直到你觉得够了为止 你就可以把眼睛打开 一直到你觉得够为止 你就可以慢慢地打开你的眼睛 所以你现在慢慢地一个一个慢慢地复返 自己去复返 就像是这样的一样一样的门 你把眼睛打到一直到最后就能够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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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